在理事双容 对理 对事要看得透彻 要看得明白 不断 理才能容事 事才能容理 理事不相应 不相容 换句话说 对于理更事都没搞清楚 所以才有这个过失 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们同修们常常有一个疑问 实在讲 也是一个事实上的现象 心定不下来 妄想扶不住 这个原因在哪里呢 原因就是理事不相容 就处在这 理跟事都没有透彻搞清楚 理跟事要真的搞清楚了 搞明白了 他就相容 心就能定下来了 许多同修度过廖凡思绪 廖凡先生在早年设在家没什么功夫 他是遇到孔先生 跟他算命 算得很准确 很灵确 一点都不差错 他什么妄想也不大 打妄想是空的 什么念头也没有了 他心定下来了 他 相信一银一注 某非签定 相信因果的道理 相信因果的事实 這個黎根斯是小者 這是小的黎根斯他能夠雙榮 他的心底 黎斯之大者 祝佛如來所證的 宇宙人生的真相 那是黎斯之大者 黎斯之究竟者 這個要清楚明白了 如大定 那就不是小定 如的是大定 定的等級很多很多 佛法分世間成定 就有四禅八定 四禅八定 緩是大分 細分那就太反了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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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